我們有一個客人 他幾乎每天 每天打電話來就說 我要餛飩湯麵小辣 每天有時候誇張到一天吃兩次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這個真的是我見過最誇張的 誇張到我都已經跟他講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來買餛飩了 高雄這家御麵館 以川味麵點著名 疫情下有不少死忠顧客 支持鄉挺 而且老闆娘很好聊 我們去年剛好有榮幸 去參加了那個高雄一百年段 也很受評審的青睞 我們也有入選 我們很多客人一走進來就說 今天一樣 然後他就說對 因為他就是專門就是吃 非常麵湯的 然後吃大辣這樣子 還有很多就進來說 我早就加麵一片是湯 對 我們都會去記得客人 他們喜歡吃什麼 然後就直接反問客人說 今天是不是繼續吃這樣子的 靠餐 客人都會說對 滿常來的 大概一個禮拜會來兩三次 餛飩湯的話 也是老闆們自己包的 所以我也很常吃 而且我吃一份 就會很有飽足感 肥腸麵是店裡的超人氣招牌 一碗麵加滷肥腸 配上鹹酥花生 酸豆角 酸菜和青蔥 吃的是肥腸的油香味 很多客人都說我們的肥腸 跟一般的肥腸不一樣 而且我們的肥腸沒有新味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肥腸 真的在洗的那個過程 真的不再是太負擔 我們光洗肥腸 就要花掉40分鐘的時間 不誇張 我們要先用 麵粉 鹽 然後還有白醋 三種東西 下去搓 下去抓 要幫我們的肥腸抓抓抓 前提是我們要先把肥腸 剪一小段一小段 這樣子我們在洗的過程 那些醋啊 鹽啊 然後麵粉才能夠進入 肥腸的內壁 把它先 渣渣 還有 比較不乾淨的東西給洗 出來 我們剪成小段之後再洗 也比較不會那麼費勁 可以保留肥腸 它本身的油脂 為什麼要叫肥腸 因為肥 那個肥 就是要吃 大腸裡面的那個油脂 才會香 重點是 你要那個油脂的香味有出來 我們一定要做一個 洗乾淨的一個動作 洗完之後 我們還去做汆燙 汆燙完之後啊 我們還要再把它撈起來 再把它切成三角段 這樣子 肥腸 它在炒的過程當中 比較不會縮準 不會說吃起來比較洗 我們其實整份都差不多 就是切完之後 還要跟蒜頭下去炒香 炒完之後 我們還丟進去 我們的肥腸 專用的乳汁裡面 滷 滷完之後 我們還要再燜 讓肥腸它整個入味 因為我們前置作業洗的過程 那個已經把肥腸它本身的那個 草味已經都洗掉了 所以我們再加進去 肥腸乳的那個過程 是整個把肥腸的香氣給提升出來 然後我們的肥腸吃起來有Q勁 有Q但是又不會說 咬不上爛 然後也不會說暖暖 沒口感 又可以吃得到 肥腸它本身的肥油的小氣 我們都會切一些 基本的爆香的香料 就是洋蔥 薑 跟蔥 這三樣就是先下去爆香 我們先把油的香味給提升出來 之後我們再下我們的 皮腺豆瓣醬 我們的豆瓣醬真的都是從 大陸進口的 而且是由進口上 那邊檢驗的進來的 皮腺豆瓣醬下去炒 炒出它的紅油之後 再加上我們的胡辣椒 為什麼會叫胡辣椒 就是因為我們的辣椒 辣椒片要先下去跟水 然後還有一些香料下去煮過 我們的胡辣椒下去炒過之後 下去跟紅油一起炒 然後再花椒 青花椒 然後還有老闆的一個小蜜蜂 這個就是我們 肥腸滋的基底 源自四川 台灣飄香的起源 原來都是基源和毅力 當初是由於溫先生 過去夏門做生意 然後後來就在 基源巧合之下到了 四川自貢園部 然後我先生就吃了 覺得說這間麵店 它的口味還滿適合台灣人的 然後我就每天吃 每天吃每天吃 然後就去跟那個麵店的老闆 老闆的朋友然後翻譯 後來那個老闆就說 知道我們的意願是說回來台灣開 所以他才願意教我們公司 我們在那邊前前後後待了半年 就每天七早八早 就去他們的廚房 然後他們老闆就親力親吻地 教我們這個麵 從一開始我們選麵條 然後小醬麵 然後它的整個的製作過程這樣子 那一間麵店它就是有炸醬 有酸辣 有肥菜 然後有牛肉 所以我們四個口味都學 那其實大家的刻板印象都覺得說 四川它就是麻又辣 但他們也有不辣的東西 像我們的炸醬麵 它就是完全都不味辣 我先生他到處吃到炸醬麵 就覺得說這個口味 其實還滿適合台灣人的 而且我們雙方的父母年紀都大了 我們想說最終還是要回來台灣獲分 所以才想說回來台灣 開一間麵店做長久的經驗 我們就是要麵條 它的原材料就是要簡單 但是它的口感又要有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當初找了好多麵條 回來是都沒有我們心裡滿意的感覺 在朋友的介紹之下 在原程找到了這一家做麵的 他們老闆也是很願意配合我們 也知道說我們剛開始創業 然後量一定不會很多 但是他願意幫我們去製作 我們需要的那個感覺 我們的麵條很簡單 它就是放了一點鹽 然後麵粉跟水 三種東西而已 但是它所呈現出來的口感 就是真的很Q 比一般你普遍外面吃到的什麼乾麵的麵條 那些口感都還要Q 老闆他也願意幫我們再去嘗試看看 一樣的配方去做出來比較寬的麵條 或不會也是維持它既有的那個口感 那個麵條老闆我真的很感謝他 可以這樣子停我們 我們的雜醬它跟一般在台灣既定吃到的 裡面會加豆干丁的 是不一樣的 我們裡面有加了雞蛋碎 下去炒的這個步驟 所以我們的雜醬它吃起來 又會多了一個蛋香 跟一般的那個豆子香的那個味道 又不一樣 而且我們的雜醬啊 它不是只有單純的用甜麵醬 我們還有用到東北大醬 那我們兩種醬下去炒出來的過程呢 它的醬香味會更重 現在台灣人他們比較注重 沒有不喜歡吃的那麼油跟鹹 所以我們從大陸回來之後 在油跟那個鹹的部分 我們都有稍微的去做一個調整 炸醬麵的話也是我覺得 跟外面不太一樣 我覺得吃起來很香 所以我也很喜歡 我們的酸辣啊 其實酸辣撇不開就是醋跟辣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辣它裡面又加了花椒 而且我們的花椒 不是只有單純的大紅袍而已 我們裡面還加了青花椒 可以增加它花椒的辣麻還有香氣 那我們的辣椒 它不是只有單純的朝天椒而已 我們裡面還加了杏椒 還有那個二斤甜 所以我們的辣椒就有三種 那花椒就兩種 我們就是只有辣椒跟花椒這兩種 那我們油的基底就是用醬片 跟老闆的一個祕密語氣 下去做一個提香的動作 我們的酸辣 它吃起來是有層次的 老闆他在醋這一方面 他還有效果供應的 紅薯是紅地瓜 它去磨成粉 然後讓它沉澱之後 它取它那個粉塊 起來曬乾之後 再把它磨成粉再調水 這粉製作出來之後 你再下去煮 煮完之後 因為它裡面會有很多小的毛細孔 它很容易吸我們的那個酸辣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它的香氣質 然後口感又夠 日本的話我覺得很有口感 吃起來比較Q 對就不是像一般的麵條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樣吃起來的話 就是口感很有層次 所以我很喜歡 其實餛飩跟紅油炒手 都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每一個區域 他們的叫不一樣 有的地方叫扁食 有的地方叫餛飩 有的地方叫炒手 其實這三樣東西都是一樣的 再加上它的包法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回來會叫做炒手 是因為它 我們會有兩個角 把它向外折起來 就像兩隻手這樣子抄在一起 所以叫做炒手 炒手沒有過多的調味 我們裡面就加了胡椒粉 去做肉的去腥 然後加鹽 我們也沒有加什麼雞精 我們只加了一點白糖 然後再加一些好鹽跟香油這樣子 我們就是選用咖心吧 三等份的油 然後七等份的咖心吧 三比七下去做調配 而且我們回來之後 老闆他都還要做一個 攪肉的動作 而且我們都是手動的喔 我們不是用機器的去上吧 我們要把肉的彈性給攪出來 我們的炒手吃起來有肉的甜味 然後又有肉的Q勁這樣 再搭配上我們的紅油 那個口感真的是絕配 我們的豬腳吃起來跟台灣的那個醬油乳的豬腳是味道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的豬腳的它的醬色是我們用冰糖跟油下去炒出來的醬色 所以我們沒有加醬油下去炒 我們先用油跟冰糖下去炒糖色出來之後 倒下去它的乳鍋裡面 再來我們就是要炒我們豬腳的它的基本的乳料 我們一樣用蔥 洋蔥還有薑這三樣下去做基礎 提煉我們油的香味 提煉完之後 我們再加我們的皮餡豆瓣醬下去炒 炒完之後再加我們的香料 基本上我們都是滷60分鐘 然後再燜一個小時 要讓它入味完那樣的 我沒有在看薄的啦 蘋果新聞網高雄報導 一千塊裳 是 感谢观看